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超胜见节目 那当然今天是3月2号 这个台股在3月份 第一天的一个开盘 那延续这个美股 美股一天涨一天跌 那最后的结果大概就是维持平盘 那台股的话今天是属于一个开高走低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操作上面 投资人要去注意到 这个操作的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其实在课本里面 都没有人告诉你 那只有严老师在运通财经台 我来告诉你 那3月份的一个操作 我们假设 是属于一个先蹲后跳 是属于一个先杀融资 在所谓的加空 那这个节奏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得到的话 那今天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害怕 你应该不会害怕 你反而怎么样 手中有大笔的一个资金 准备要进场布局 如果你说你跟我问老师 这陈子大笔为什么不会涨 它就涨了那么多了 就涨了那么多要休息一下 现在今天收牌又回到之前 农历封关封在这个地方 新春开楼盘开上去 但是真要求 这投资人的操作很奇怪 从这一天2月17号开始 每天融资增加 融资增加 增加到这边 已经增加多少了 160亿 那投资人疯了你知道吗 之前有人跟你讲鬼故事的时候 是在这边 每天跟你讲鬼故事 讲到你不敢买了 不敢买 大笔一直起 起到现在 你认识就说对不对 就差不多了 应该够他起 反而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操作的节奏 投资人你要掌握得住 不要在低档区 人家跟你互相 一天到晚讲鬼故事 你就不敢买 结果涨到那么高了 结果呢 老师我用融资买好不好 不行 我们这个要帮经管会讲一些 经管会其实这个都有提醒大家 这个操作上面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不要用融资来操作 我在我今天第一通简讯 我相信我有告知我的会员 操作千万不要用融资 因为你融资的一个 承受的一个耐受度 它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所以说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不要用融资去操作 那未来要看什么 未来今天你要注意 不是去看那57台 58台 你要去看这个盘后资料出来 因为今天是3月2号 3月第一个交易日 外资到底买了什么股票 投信对不对 他又买了什么样的股票 有没有新的族群 新的你知道吗 他说现在老的 孤的你知道吗 很多股票都创新高 可能最近都有小拉回 新的股票还是会涨 还是会涨 第二个你要去注意到融资 今天有没有减少 如果说今天的融资减少幅度 还是说3月份 这个融资减少幅度比较大 那这个大盘未来怎么样 就喷上去 如果说融资没有减 融资没有减 这个大盘不会涨 我虽然是个多头老师 我会把你练销位 拉回早买一点每天买 每天创新高 每天有新股票 不会啦 我也不会像那个空头老师 对不对 长也跟你讲跌 跌就跟你讲更跌 对不对 川普对不对 讲到拜登还在跟你讲 我觉得那没有意义啦 讲真实的话嘛 解真实的盘嘛 这就是严老师上这个节目 最大的一个宗旨 投资人喜欢听真话 他不喜欢听假话 他也不需要 这个分析师每天跟他讲 讲什么 这个地方要小心 八千点要小心 九千点更要小心 一万点快要掉下来了 说话都没好 只有帮投资人赚到钱的分析师 他才有所谓的价值 才有所谓的价值 所以说我们把本身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价值 要把它定义清楚 上这个电视台是一个 天上掉下来最大的一个机会 必须要有证照 必须要有经验 必须要心存善念 这个就是所谓分析师最基本的 那顺便要帮一些主管机关 这个有时候一些 对不对 法令上面的一个遵循 帮大家嘛 比如说对不对 颜色停损嘛 不要用融资来操作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 能够宣导的我们就会一路的宣导了 最少我会告诉大家你看节目 加工看对不对 看着精彩的打个破坏 看不精彩的没有关系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但是大盘现在不涨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融资 融资现在有多少 将近快要2100亿 已经来到2092了 再8亿的话 这个融资就来到2100亿 那融券呢 融券现在是小幅增加了 以前有110万张 现在还有92万张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多空开始激战 其实说真的拉回幅度 震荡幅度也应该不是很大 你如果认为说老师 这个200点震荡幅度很大 这个大盘加钱指数都来到1万6了 200点 这样刚好而已 如果说你真的 这个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风险的话 那你就在旁边用看 如果说你是积极操作的投资人 你看融资减少的时候 赶快怎么样 赶快去买现股 你不是用那个融资操作 老师跟你讲的都很清楚 来 看到这边 严老师的节目时代 运动财经台下午3点半到4点 凌晨重播时间是2点半到3点 早上还有一个重播时间是7点到7点半 我相信你最近看节目的 应该有看到这两通简讯 这是2月24号的一档股票 我们市价出清了 获利了结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赚到这10% 10%这么多吗 以目前为止来看很多 因为最近行情不是很好 大家不见得赚得到钱 所以说先落贷为安这个很重要 这10%先放在6点了 普通会员专案会 普通跟特别 那第二张 这也有谈 这个不是电子 这是非电子 市价出清获利入带回收资金 有买有卖 如果说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 你应该会很清楚的 老师这张字卡 第一季多头的一个族群 这字卡换了 2月25号换了 被动跟矽金元现在在休息 你就让它休息 你自己不要够压 这不去你知道吗 拉回 你就让它拉回 要顺势操作 买在发动点 当时候被动员叫你买 你也不买 新纪员叫你买 你也不买 你买太高你就套牢了 对不对 这要注意 电动车 要注意多久 可能今年都要注意 最近为什么跟你讲 航运 为什么跟你讲生计 为什么跟你讲钢铁 今天中钢购有没有上来 有了 这个呢 这个呢 为什么要讲生计 老师现在疫情不是很好吗 很好是不是 生计要注意一下 不过做短的就好了 钢铁跟生计做短的 未来对不对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严老师一张字卡告诉大家 内骨轮动 未来的一个方向 如果说你资金比较大的 你要稳健操作就看这个 对不对 我先帮你画一下 你不要说老师 这个涨上去你都没有画一下 苹果概念股 苹果概念股 资金比较大的 就看苹果概念股 最近就看这个 小支的 为什么 因为贵买指数最近比较强 涨的都是属于小支的 那这个叫个股的一个题材 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 这句话你认同吗 如果说你认同的话 这个行情看起来闷闷的 很闷 你早上开始看 是要去开高 我一路看一路就掉下来了 看到最后我就绝望了 这个大盘还下跌 这个就是所谓真实的盘 真实的盘 我们做人要诚恳 分析是解盘 也要怎么样 也要诚恳老实一点 不要什么涨拿出来讲 每天跟那个什么太阳马戏团一样 每天股票都涨停了 还是有 因为林老师不认同 我认为这个股票 其实你就是抓这种 底部起涨的也可以 走多头的 有拉回都不用怕 这就是盘老师的看法 当然你看我们节目看那么久了 老师也不会这样去追 那现在的一个大盘 好像我们那个古代 这个三国 魏蜀吾 对不对 这个局势 存阳 应不应 对不对 这个局势还没有分 那日本呢 日本有所谓的幕府时代 德川加康 这个枝田信长 都在战争当中 台股目前为止有那个味道 有那个味道 最主要说大盘不涨就是因为融资 因为这个融资 增加了160亿 这160亿 你拉上去这些融资就开始卖 这大盘反而怎么样 涨不上去 那在这个地方 我反而是希望说 这个大盘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这个大家有机会 我今天不是帮空头在讲话 空头八千点已经阵亡了 已经蛤屁了 你知道不知道 九千点的时候 硫磺岛之一 对不对 他又阵亡了 他又阵亡 涨到一万两千点 中途岛之战 对不对 他又挂了 对不对 把布啊 所以说现在的空头是假的 假的 有人可以喊一年的空头 真的 要不要嘎到外太空去 你现在去放空 我跟你讲还是很危险 为什么 三个月份 老师啊 这个第一季要做账 对啊 老师要四个月份 五个月份 这个股东会 禁止放空 空单到时候不要被嘎到这个股东会 这股东会前面一个月要回补 你要小心 现在还是做多 但是不要用笼子去操作 生计类鼓 来看这一支 这支讲过 你不要说老师 你没有告诉我 129.5 跟你画一下好了 我说生计嘛 有没有事先讲 你不要说老师 你都没跟我说 你就对不对 就选择来一支 我不来这一套的 生计类鼓 有人认为说老师 这个第一党去起掌 底部起掌 它有延续性吗 问得非常好 这个礼拜五 放个价228 今天开盘价150块 一样拉涨停 你要买那个股票是有那种延续性 也不是说 对不对 就一支起庭而已 一支没起 童谷老师又换另外一支 这给你看都没关系 好不好 你真的想知道 我就让你知道 但是 你也不要自己去动作 好不好 對不對 耗鼎嘛 你真的买得对的人 對不對 你大概现在已经赚钱了 那老师我该怎么办 你就卖掉好不好 卖掉 卖掉 可以等拉回 也好这操作是很灵活的 我不会跟你讲说 这个股票 买下去就不用动作 该动作的要动作 不应该动作的也不要去动作 你说像这个对不对 就要先卖一趟嘛 因为这个底部起掌 筹码比较乱 你上个礼拜五没有卖 今天拉回嘛 这个也是一样啊 长太多了 去太多了 你要先买一段 这样子长得多不多 当然多嘛 当然多嘛 对不对 先卖一趟等拉回 好不好 等拉回 这个有时候操作 这个有时候是有一些小美感的 我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方便我就讲 不大方便我就不大讲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三档股票 来第一档股票 3406 郁金光 它是空头走势 你看它大盘持续上涨 这种股票还在第一档区 这是属于一个空头走势 空头走势的股票 你不用去动作好不好 你要反弹再卖方好不好 3008大利光 这个走形态 头肩底形态 这地方有反弹先卖一次 拉回来还是可以做 什么时候进场比较好 我认为有机会 有机会 那这个叫多头的股票 你要做的话应该做这种的 联发科 这种股票就赚得到钱 你不管是挑郁金光也好 挑大利光也好 挑联发科 我想自己主观的一个意识很重 但是你看今天掌停板的家数 只有二十几家 那今天能够掌停板的 应该都有原因 应该都有原因 但是大部分都是小支的 投资人没有办法去认同 但是有一支 投资人会去认同他 那有一支 严老师非常看好 但是怕去给你看没关系 但是你不是说老师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 我Bingo了 我自己来千万不要 本节目不提供 不特定人 猜对股票自己去做 一般的老师都会想说 我就故意让你猜 故意让你知道 严老师不来这一套 我是以诚信为本 好不好 我们要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毛利率36% 盈利率9.3% 今天为什么会涨停 因为打入了美国电动车 校车的供应链 你们老师不是留美的吗 那我问他 美国电动车的校车 这个商机有多大 你不要给他骗啦 有些人没有去过美国 对不对 然后就说他去过 他这个护照 护照拿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吹牛 严老师在美国住很久 我住过康州 威斯康星州 纽约州 新函不想 我都住过 所以说对美国状态很了解 美国人要推这个电动车 他是有预算的 对不对 然后公开招标 那这家公司这支股票 号称打入了美国电动校车的供应链 但是你先看 他1月份的营收就增加了 1月份的营收增加幅度 年增32% 今天很快 开盘价210 这边 给你写一下好了 210 210 掌停板215.5 老师 我脚手勾得快 也5块而已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这个股票你要看未来 我先讲这个股票不是叫你去追 我没有叫你去追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不要追 你等拉回 你等拉回 我们很多事情是讲到前面的 如果明天再跳空 明天再跳空你也不要追好不好 你也不要追 这股票不是用追的 但是也要是想说你们手中如果有套牢的股票 对不对 你今天的话真的可以利用机会扫描QR Code 好不好 扫一下我们QR Code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 手中有郁金光大力光有联发科的 有套牢的没有关系 不见得你 对不对 告诉我每一档股票都要卖 不见得 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一样是好朋友的 你今天赶快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未来把资金抽出来扫描QR Code 未来我们来找这种的好不好 找这种趋势往上走的 但是不是叫你去追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公准嘛 对不对 今天公准再创波段新高我知道了 今天公准拉回来 老师啊 这边你要写一下 忘记跟你写好不好 先卖一趟 今天公准有拉回来 我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动作 我不知道真的 那当然我们三月份锁定了一档领头羊好不好 这一档领头羊会不会跟今天这一档股票 打入电动车校车供应链一样强 你如果说要想拉回买的 那你今天的话赶快把电话拨通 你今天赶快扫描我们的QR Code 那当然这个未来很多股票都会像这个一样 你布局成功之后就直接往上走好不好 那大家要买便宜的 要拉回早买一点的 要买未来会喷的 你要试的 我们今天全线开放 让大家试一下看看 严老师的股票有胖子 好不好 但是不会带给我去追 三月的领头羊今天全线开放 唯一一档单股所单 你有清楚的 会不会像这档股票一样的好不好 有大肉的 未来会大涨的 可以探大条的好不好 今天只要加赖就可以了好不好 今天直接用手机扫描QR Code 三月份的领头羊未来会喷的 你要刺的 后面有大肉的 可以探大条的 你怕它 你QR Code把它撒下去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未来的股票要发动的时候 我们会在LINE里面 请助理专人帮你通知 想要赚大条的 还没有掃描QR Code的 今天赶快把握机会 赶快加LINE 加LINE就可以了 打电话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投股 严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蜿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其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股智库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期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银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工程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未来的一个日子里面 这个大盘区间不大 但是你可以做所谓的个股来操作 那个股又分价差 跟所谓的波段 那这个选择性很重要 当然这个每个族群都有涨价题材 每个族群都有所谓的缺货效益 但是要找那种低阶的 如果说你找不到低阶的话 你要找那种拉回可以进场布局的 当然这个最近低论很强 我认为这个低论应该还没走完 你就看群联好不好 看威刚也可以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你的看法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比如说工具机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不错 这叫多头走势 这个地方有拉回 对不对 你不是买在这边就是买在这边 但是你买在这边大概你会怕 但是未来还是涨上去 这个大盈匯 自动化 对不对 报价 这个节目讲很久了 我相信应该赚得到钱 但是看节目就看节目了好不好 真的好不好 这低论的金豪哥也是一样 很多股票我都先讲 有人说金豪哥还会涨吗 你就慢慢看 慢慢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要先卖一趟 有时候要先卖一趟 这个大家都不是开银行的 资金都有限 那明天开始有一档股票 我们的领头羊即将要发动了 我先讲未来操作集中火力好不好 集中火力 有一百的可能就买一百 就买一档股票 集中火力买标股 买进一档 标股就能够立即翻身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怎么做 怎么做 想赚钱的就要让颜老师找得到你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不管你是打电话的 你是扫描QR Code的都可以 那明天这档股票 三月份的领头羊 发动点到的时候 今天特别开放 有颜老师我本人亲自通知 但是只有现在前面十位 前面十位打电话进来的 扫描QR Code的 先完成登记 明天 明天 有没有像这种的 直接跳空的 有的话我会通知你好不好 那今天赶快把电话拨通 未来会不会有赚钱的感觉 这直接跳空的应该会比他快 好不好 这会比他快 机会就在这边 你要好好把握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明天要参与的 立即用手机扫描QR Code 明天会不会直接跳空大涨 来 你来验证一下 要验证的人 现在赶快用手机扫描QR Code 明天等颜老师的通知 我们明天见 在别人为了 不能再来 本投部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卷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知知智校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文言同顾严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年大盘结构 最能冻出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同顾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同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他生重病 你愿意让他一辈子 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苏联罗会一定要时时注意 严生人与